一位女大学生对生命的感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讲我们人就是生命就是树 生活就是花 她讲比如说恋爱是一朵花 亲情是一朵花 人情是一朵花 那么当你的爱情失败了 这个花还会再开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还有人情之花 就是社会关系 还有亲情之花 仍然是我们生命之树上的花朵 你不能因为一朵花谢了 你就剥夺整株树的生存权 三生教育从幼儿园开始 一直普及到小学中学高中中职和高等院校 不同阶段的教材都包括了生命 生存和生活三个部分 在生存教育的部分 重点要培养的是学生抵御自然灾害和处置危机的能力 这是昆明市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进行的一次防火逃生演习 孩子们将通过情景体验制的活动 掌握危机求生的机量 从叶林选起到最后一队间感离开 总共用了1分32秒42 以前参加过类似这样的 没有 像家里边也会给他讲一些有关交房的东西吗 那我们也不懂 我们不讲这些 是吧 这是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哭鼻子的小部分 是吧 想要哭 这几个冒烟就哭了吗 没有 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烟太呛了 嘴已经跑出来了 对 出来了 是吧 这样会让人害怕 那我会不会是什么样的 没事 我会不会是什么样的 你笑什么呀 男人呢 哦 你可能太怕没害怕吗 这不是什么 怕不怕 你怎么怕 我那边烟 你不怕啊 我这边烟 不怕 你的嘴和鼻子 那那个当时第一次吃一周 是拿毛巾了吗 拿毛巾了 吃的还是干的 第一个 哦 这样好嘴啊 哦 家长和学生们在逃生演习中 如果犯些常识性的错误 相反指挥人员 会及时的进行指导 一早火灾的时候 家长的火灾 逃生好 还上海 还不去过 其实是这样的 当火灾发生的时候 如果又有灵火 那么家长告诉你的小朋友 逃生他是非对对的 因为你的去过可能 是比小朋友要强 但是如果说 那次这样烟雾一般的情况 那就会掉 因为我们的烟雾呢 主要是集中在建筑物的上部 所以我们都是排斥 握一身子 可以说准央得要的方式 来进行舒散和逃生 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要 没有报财 报个偷 不准备 偷雾他 不准备